这是一部巨兽云集 血肉横飞的打坏上篇 曾荣获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视觉效果 一定能让你血脉通张 肾上线索狂飙 也是一部探究内心情感 悲壮又伟大的作品 你看野兽正细细端向女人的脸庞 将她置于掌心之上 那一刻她的心被美丽所融化 自此便与死了无异 大家好 我是电影迷小雅 今天带来的高分加片 是上映于2005年的金刚 故事发生在1933年 此时的美国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 失业率也达到了顶峰 普通民众生活悲惨 毫无人的尊严可言 用来喂猪的野草 成了最基本的食物 餐厅外垃圾桶里的剩菜 则是最奢侈的美味 记录美国历史的光荣与梦想中 曾这样写道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 才能免于死亡 失业率上升 常常也伴随着自杀率的上升 无独有偶 美国的自杀率在大萧条期间 也上升到有史以来最高 在杂耍剧院的舞台上 演员们卖力演出 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 可是观众席中 只响起了零星的掌声 大多数座位都是空着的 由于票房太差 剧院已多日发不出工资 女主角安妮拿出了最后的积蓄 拉着师傅曼妮去吃一顿饱饭 要知道 年迈的曼妮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 几天后 剧院老板卷款跑路 演出被迫落幕 杂耍演员们的职业生涯 已经落下据点 为舞台贡献了大半生的曼妮 决定回到芝加哥老家种地 安妮十分不舍 因为她的父母早逝 带她入行的曼妮 就像父亲一样 照顾了她多年 在临行之前 曼妮希望安妮不要放弃演员梦 像她这样年轻优秀的人 应该站上更大的舞台 命运已博待她太多次 这一次 相信她一定能得到应得的机遇 当天下午 安妮鼓起勇气 主动争取试镜机会 一路跟着舞台剧导演 来到餐厅门口 可是却被无情拒绝了 安妮看着餐厅里美味的食物 不自觉咽了咽口水 对方看出了她的窘迫 称她拥有年轻美丽的肉体 不愁没有饭吃 接着写了小剧场的地址 打发她 单纯的安妮握紧了手中的字条 有些疑惑地看了看导演 显然没有听懂她的话 划分两头 电影公司内部正吵得不可开交 三名投资人痛疲 新电影毫无看点 直言卖座的电影 应该有大量亲吻的镜头 抑或是让女主角谈胸怒背 导演卡尔听完这番话 怒不可遏 大骂投资人低俗下流 满身铜秀 几位金主被骂得狗血淋头 自然不愿继续投资 等卡尔一离开 便决定叫停拍摄 并将现有的素材转卖 希望能及时止损 卡尔趴在门外偷听三人的对话 连忙带着现有素材跑路 他预备立马出海 前往一个神秘的岛屿 拍摄新电影 并坚信小岛上的壮观景象 会让全世界影迷着迷 可是助手却说 女主角已经退出项目 眼下稍微有点名气的 都不愿意冒险出海 唯一一个备选演员 身材太过丰满 压根穿不上四马的戏服 卡尔当即跳下了车 预备去新开幕的剧场 寻找新人担当女主角 没想到的是 所谓的新剧场 竟然是一个脱衣舞场馆 竟是些风乳肥腿的雍之俗粉 其照片和真人严重不服 就在卡尔预备 硬着头皮走进去时 透过玻璃门看见了安妮 只见她难以置信地 看着招牌 然后拒绝转身 揉拦并丢掉手中的纸条 没走几步 安妮被水果炭的香气吸引 太饿了两眼发昏 忍不住偷拿了一个苹果 没成想 竟然被当场抓包 卡尔立马冲上前借围 没有直接帮她付钱 而是贴心地说 你是我捡到了你刚掉的硬币 事后卡尔将安妮带进餐厅吃饭 得知安妮是个演员后 直接问她能否穿上司马的衣服 这句话引起了误会 安妮起身就要离开 卡尔连忙解释 称自己并不是猥琐的人 而是需要一位心瘦柔弱的女主角 她看中了安妮身上的破罪感 她眼神中的悲情 一定能令观众落泪 安妮并没有被卡尔说服 因为她是一位杂耍喜剧演员 只想在舞台上演绎戏剧 不愿意走上大荧幕 也不想靠眼泪博取观众的同情 可是当她听到编剧是杰克·德里斯克尔后 终于答应参与拍摄 要知道杰克是当代极有名的戏剧编剧 之前她极力想要争取的舞台剧角色 便出自杰克之手 就这样安妮随剧组登上了一艘破缠冒险号 在警察赶来组结时 冒险号已经启程 安妮如愿以偿见到了杰克 面对新中的偶像 她显得羞怯又慌乱 而杰克也对她一见钟情 并在心中感叹 她是这世上最可爱的女人 事实上没有人不喜欢安妮 她不光有美丽迷人的外表 有一双纯粹又真挚的眼睛 还有直爽的性格 总是将快乐散播给身边的人 不过几日 传员们便与她再歌再舞打成一片 经过一段时间的拍摄 她逐渐进入状态 将油腻浮夸的男主角 衬托得一无是处 杰克总是在一旁 含情默默地注视着她 并以她为原型 创作了一部舞台剧 一晚 杰克再也抑制不住 汹涌的爱意 不善言辞的她 选择用舞台剧剧本 表达爱意 将心里话 都写进了台词里 两个互相爱慕的人 无需故作情话 便能感知到爱情正在滋生 在不知不觉中 纵情拥吻 突然船身猛烈晃动 冒险号驶入一片乱流 四周弥漫着浓浓的黑雾 就像来到了一片鬼域魔镜 此时 可视范围已降至最低 船长亲自掌舵 正用极慢的速度 寻找正确航线 黑雾逐渐变淡 正前方现出一面巨大的石墙 船长连忙吊转船头 避免了猛烈的撞击 但环顾四周才发现 到处都是礁石 海水也变得汹涌 冒险号夹在礁石中穿梭 被拍打得摇摇晃晃 终于撞上了一个 形状恐怖的礁石 海面瞬间恢复平静 漆黑的夜空被晨光点亮 黑雾已然散尽 一座怪石灵犬的骷髅岛 出现在众人眼前 卡尔的双眼饱含热泪 他知道 这里就是他心中的最佳拍摄地 与此同时 船长正忙着带领大家 修补缺口 船身受到了重创 大股海水涌入船舱 等他接到水手的报信时 卡尔一行人已经搭上小船 慢慢朝骷髅岛靠近 恐怖的石像 随着海水的波动若隐若现 他们长着满口獠牙 神情十分愤怒 登岛之后 迎面扑来一阵腐烂臭气 到处都堆着人头骨 和数不清的风干尸体 在卡尔的带领下 几人爬过了小木桥 来到巨大的石墙前 这里的干尸尤其多 而石墙之中 藏着无数的小洞 突然一阵悲气的哀鸣 传入耳中 寻着身影一看 原来是一个土著女孩 卡尔连忙掏出巧克力哄她 她非但不领情 还一口咬掉了卡尔的手背肉 此时天空落下雨点 一大群土著出现在石洞中 眼中闪烁着冷冽凶光 一根长矛捅穿了眼镜男的身体 一场凶残的石人仪式 一触即发 几人被土著们团团围住 毫无还手之力 一个力尺骨棒敲碎了头骨 鲜血染红了一地的雨水 老巫女死死盯着安妮的眼睛 口中发出恶魔般的低语 而卡尔则被摁在石块上 眼看着也要被砸烂头颅 一颗子弹强行叫停了仪式 原来是船长带其人马前来营救 土著们纷纷躲回了石洞 船长在冷冷的询问卡尔 是否已拍到了满意的画面 事已至此 应该立刻返航 那和冒险后被礁石死死卡住 水手们忙活至深夜也没能脱困 安妮正于睡下 突然听见一阵熟悉的低语声 心中泛起不祥的预感 她的预感很准 此时土著正躲在礁石后密谋 随即撑起肠杆 离冒险后越来越近 不久之后 铲匙终于脱离礁石 结合无意间捡到了土著的项链 连忙朝安妮的房间赶去 发现内里一片狼藉 她早已被土著掳走 骷髅岛亮起熊熊火光 安妮被绑在木架之上 有老巫女亲自为她戴上献祭项链 取女性土著 伴着古典声摇晃身体 脸上写满了期待与兴奋 口中齐声高喊金刚 木架缓缓移动 一路将安妮送进了树林 远处树影晃动 一只名为金刚的旁人大物越来越近 一把将安妮误入手中 船长一行人抵达石墙之外 先是听见了安妮的惨叫 紧接着 传了一声强彻天际的野兽咆哮 杰克连忙爬上石墙 卡尔则透过木板缝隙 看见了一双巨大的黄眼睛 一只约磨25英尺高的远古巨猿 握着安妮消失在密林深处 得知安妮有可能还活着 卡尔剧组与15名船员 决定冒险前去营救 船长与其余水手留守原地 24小时后准时开船返程 众人带阻了枪弹冲进原始森林中 听见一点动静 便下了乱放枪 枪声惊扰了正在睡觉的玄金脚龙 体长十米的他 愤怒地冲进人群 预备将这群不速之客赶离家园 关键时刻 副船长黑哥扛起汤姆讯冲锋枪 对准头颅 玄金脚龙应声倒地 另一边 安妮被抓到了悬崖边 在巨大的手掌中摇来晃去 顿时眼眸惊心 他提起精神往地下一看 发现满地都是带着项链的人骨 惊觉自己也即将被这只残忍的怪物玩弄致死 甚至折成几节 于是握紧了手中的项链 狠狠地刺痛他的手指 金刚吃痛将其丢在果堆之中 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 他属实没想到 一件祭品竟然也会反抗 安妮趁机拔腿就跑 再次被金刚捏进掌心 他的惨叫声传入密林中 杰克一群人连猛加快脚步 朝着声援处全速前进 只可惜 金刚的速度实在太快 等杰克赶到人骨悬崖时 一人一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留下了铲着一缕金发的项链 黑哥见众人精疲力竭 打算原地休息 卡尔则不知疲倦 预备拍下大峡谷的全景 无意间发现 转角处有一群尖包雷龙 他们虽体型庞大 但性格却十分温顺 正在专心致志地啃食草皮树叶 对人类没有半点兴趣 卡尔健壮连忙架起摄影机 并命令男主角与尖包雷龙一块出镜 这样才能增加画面的真实性 胆小又油腻的男主角 直走了两步便掉了头 快步朝反方向逃去 很快 尖包雷龙变得焦躁不安 卡尔硬着头皮拍了一会儿 不得不扛起摄像机飞奔逃命 紧接着 大群尖包雷龙涌进了狭小的出口 一步踏错 便会被其踏成肉泥 男主角躲进夹缝中求生 不想 面前竟出现了一丝黏液 抬头一看 原来是聪明凶猎龙 他们擅长集群掠尸 通常会将雷龙群躯赶进悬崖 等雷龙失足掉入悬崖 再啃食其尸体 倒霉的冒险小队 随着雷龙掉下悬崖 瞬间损失了几名队友 男主角遥遥领先 跑在队伍最前面 他的爆发力有余 持久力不足 很快便没了力气 力求自保只好端枪击毙雷龙 三十几米的肉山轰然倒地 使得后方的雷龙摔了个狗吃屎 其余的也像多米诺舞台一样 一一摔倒 全部堆在了一块 聪明凶猎龙转换目标 预备将人类当作开胃小菜 冒险小队立马朝山坡上逃 队伍最末端的长期大叔 被一口咬断了大腿 被吞掉之前 将手中的三脚架交给了卡尔 翻过山坡后 一些人逃到湖水边 男主角见死伤严重 劝大家原路返回 没必要为了一个生死未卜的女人 搭上所有人的性命 前24小时实现所剩无几 船长随时都会抛弃大家 就算救回了安妮 也无法离开骷髅岛 几名船员觉得有礼 纷纷跟着男主角离开 与此同时 金刚带着安妮来到另一处悬崖 用手指戳了她几下 也毫无反应 只好品尝起一旁的翠竹 安妮悄悄睁开眼睛 一点点朝山洞爬去 只见她一气呵成的冲进洞中 自以为已经逃离魔爪 没想象 一只剧拳从天而降 直接挡住了她的去路 抬头一看 金刚正张着血盆大扣 咆哮着露出獠牙 安妮被吓得腿软 猛地瘫倒在地 但很快她发现 金刚并不打算杀死她 甚至在她假装倒地后 露出了着急的表情 安妮细细琢磨 猜想她并不是一个烈食者 而是一个孤独的大家伙 为了验证猜想 她在地上翻来翻去 并全程紧盯住金刚的脸 发现她竟然在努力憋笑 假装威严 安妮见状使出了杂耍的功夫 将金刚逗得笑出了声 她则伸出手拿走她手中的树枝 主动创造笑料 反复被推倒后 安妮精疲力尽 她一把推开金刚的手指 大声拒绝她的戏弄 金刚则突然暴怒 将地面垂得稀烂 一旁的山坡落下一块巨石 正中她的后脑 她晕晕乎乎地甩了甩脑袋 然后用傲娇来掩饰此刻的尴尬 最后攀着石壁离开 安妮知道这是最佳的逃跑机会 立马飞奔进密林中 另一边 冒险小队扎了两个竹筏 正在平静的湖面上缓缓前行 突然大量巨型蝎足蜈蚣 涌不到身上 吓得大家尖叫连连 手忙脚乱地砍杀着 他们还不知道 蝎足蜈蚣尸体的香气 引来了更加危险的鼓劣者 突然 杰克所在的木筏被胡齿鱼掀翻 背着弹药的杰克和一名队员 不幸沉入水底 只有解开身上的弹药箱 才能浮上水面 杰克看见胡齿鱼的身影 越来越近 但却发不出声音提醒队员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被一口吞入腹中 杰克连忙抱起弹药箱 在水底狂奔 以树根作为保护伞 这才成功浮出水面 胡齿鱼自然不肯放过 湖面上的大餐 张开锯口 用尖牙刺穿猎物 然后胡伦吞了下去 眼看着胡齿鱼 离助手越来越近 木筏上的卡尔心急如焚 连忙扛起枪 疯狂扫射 只是 他在意的并不是助手的生命 而是助手身上的摄影机 一上岸 他便立马打开摄影机检查 发现他还能运作后 放心地长叹了一口气 就在此时 胡齿鱼一跃而出 叼走了一名倒霉的队员 卡尔的手还在继续摇动着摄影机 毫无疑问 他完美地拍下了这惊悚的一幕 随后 冒险小队来到了金刚所在的山洞 黑格一马当先走进去 被一把攥在手中 作为一个天生的战斗者 金刚总能精准地判断出 对方是敌是友 他瞧出了黑格眼中的杀意 在他开枪之前 将他狠狠砸到牙壁上 其余队员放枪袭击金刚 将他彻底激怒 只见他双手抬起树桥 离人带树丢下悬崖 好运的人 在下落过程中攀住了藤蔓 起到缓冲的作用 倒霉的人 则被砸得筋骨接断 不远处的安妮 听见了若隐若现的枪声 连忙寻声找去 不想竟迎面撞见一只 正在近视的仇双齿恶 他本想悄悄溜走 可转头又看见一只 只差一步便被啃掉了脑袋 他慌不择路的钻进树洞中 身后的怪物也穷追不舍 眼看着对方越来越近 他逐渐没了力气 突然 仇双齿恶被拖出树洞 在半空之中断成了两截 安妮还没有搞明白发生了什么 便被一只巨型武功吓得愣住 背后突然传来一股氧溢 另一只武功已爬上肩头 安妮再也顾不得起他 猛地从树洞中钻出 遇到了一只满口鲜血的喜虐龙 在他口中还叼着半截愁双齿恶 安妮拔腿就跑 一路滑下山坡 有了时间的缓冲 找到了一处隐秘的藏身之地 可他没有发现 身边那青龟的石头 正在慢慢蠕动着 并猛地张开了深渊巨扣 原来是二号喜虐龙 就在逃无可逃之际 金刚从天而降 一把将安妮护在掌心 二号喜虐龙不是他的对手 只需单手变能制服 但一号已听见了打斗声 正目标明确地朝安妮袭来 金刚主动将手臂送进锯口中 宁愿自己被咬 也要保护安妮 三号从后方偷袭 打了金刚一个措手不及 他虽力打无穷 奈何只有一只铁拳 不多时身上一共满咬痕 幸好他有勇有谋 掐准时机举起巨石 将三号砸得脑浆崩裂 其余两只立马扑上了缠斗 金刚被缠得无法脱身 只好将安妮换到脚掌上 腾出双手后 他发挥出超强的进战能力 先是一个背摔 将一号丢进悬崖 紧接着单手牢牢攀住压壁 三两下将二号也扯了下去 不想那喜虐龙临死也要脱个垫背的 竟然死死咬住了金刚的脚掌 将他也拖进深渊 金刚虽一时吃痛放开了安妮 但两人都分别攀住了藤蔓 那两只喜虐龙自然也平安无事 一号还离安妮非常之近 正利用荡秋千的方式接近他 也许下一秒就会将他咬成碎片 金刚连忙往上爬 一把扯住一号的尾巴 没成像将安妮也拉了下来 且精准无误地掉在了二号鼻子上 金刚的注意力被安妮吸引 被一号狠狠咬住手臂 旧伤叠心伤陷入了新一轮缠斗 安妮则和二号一块掉进崖底水潭之中 就在九死一生之际 金刚再次从天而降 看来他已解决了一号 眼下只剩下这最后一只 安妮慢慢退到金刚身边 向他寻求庇护 惊恐的神色逐渐消失 金刚则一把将他丢至远处 随后撕开秦月龙的嘴巴 咬掉了他的舌头 然后猛地将其压制 稍微用力便掰断了他的上下颌骨 金刚玩了玩他的尸体 将其踏在脚下 在壮丽的落日中养天长啸 孩子气得夸耀自己的力量 安妮对生死不离的金刚产生了依赖感 他生怕被他抛下 快步朝他追去 他则酷酷地将他抓起 轻轻丢在自己的肩膀之上 另一边 冒险队掉下悬崖后几乎全军覆没 卡尔最宝贵的摄像机也摔成了碎片 一路积攒的宝贵镜头瞬间化为泡沫 突然一大群巨沙中从四面八方涌来 卡尔化悲愤为力量 疯了似的狂杀乱砍 杰克为救年轻的小队员 害得自己被巨沙中缠上 他拥有一千张锋利的口气 可以将最大的恐龙撕成碎片 小队员即使禁忌率放枪 将杰克身上的巨沙中一一打落 在不远处的泥潭中 恶心的碑石虫正慢慢蠕动 他伸出了一条粉红色肉团 顶端的尖牙 像起了一朵预开还袖的花苞 重情重义的厨师不愿舍弃同伴的尸体 被碑石虫慢慢蚕食掉四肢 他的牙齿虽锋利 但力量却不足 厨师的死亡过程将漫长又痛苦 不多时 各种各样的巨虫越聚越多 仅存的三人再也无力反抗 一阵密密麻麻的子弹雨 及时降下 原来是嘴硬心软的船长再次前来营救 男主角也荡着麻绳从天而降 扛着长枪为几人打掩护 不得不说被他装到了 冒险后的男人们从未放弃同伴 在他们之中没有懦夫 卡尔几人爬上悬崖与船长会合 杰克再爬到另一头 决定独自去拯救心爱的女人 卡尔相信爱情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 相信杰克定能抱得美人归 此时 落日余晖照亮了巨猿种 遍底都是巨大的骸骨 明示了金刚是骷髅岛的最后一只巨猿 安妮看穿了她的孤独 捡起小石块斗去 但这一次她并没有被斗笑 而是静静地沐浴着夕阳 安妮顺着她的视线一看 忍不住感叹美景 Beautiful一词打动了金刚的心 她想对安妮说 你也很美 但却无法开口说话 只能默默伸出手掌 将安妮放在左手手心 左手无名指 有根血管直通心脏 那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等杰克爬上巨猿种时 日色已经辞去 她悄悄摸到熟睡的金刚身边 发现安妮竟躺在大手掌中 且睡得十分响甜 她轻轻将其唤醒 在双手相握的一瞬间 金刚睁开了眼睛 她一把夺回安妮 发出一阵怒吼 心服鼠群被猛然惊醒 纷纷飞上前袭击金刚 她害怕安妮受伤 小心翼地将它放进树洞 然后再专心致志地 对付心服鼠 杰克趁机带着安妮离开 慌乱之中 揪住了心服鼠的翅膀 两人挖打正着 木桥成功逃离巨猿中 还十分好运地 掉进流水之中 且正巧留下出口 可是当两人抵达石墙时 木桥却迟迟没有放下来 安妮还以为大家放弃了自己 已经离开了骷髅岛 殊不知 众人正静静站在石墙之后 将两人当成了 又不金刚的诱饵 等咆哮声越来越近时 被杰克拯救了多次的助手 良心不安 猛地砍断绳子 放下了木桥 安妮终于大伙会合 本打算表示感激之情 突然发现 角落有一厢绿坊 那是最强效的迷药 只要狮子吸上几地 便会陷入昏迷 安妮细细观察人们的神情 发现脸上写满了仇恨和贪婪 瞬间明白 他们要做什么 连忙大喊制止 可已经来不及了 金刚翻山越岭而来 自愿跳入陷阱 他的皮肉被数条毛孤穿破 力量被绿坊慢慢抽走 庞大的身躯 也被巨石压得动弹不得 安妮流着眼泪 请求大家助手 但却没有半点作用 还被杰克抱到了小船上 金刚看见安妮被强行拖走 以为他会受到伤害 于是体内爆发出一股怪力 忍痛将毛孤扯了出来 不顾一切地朝他奔去 看着小船越来越远 金刚忍不住痛苦哀嚎 他虽有万般不舍 但却停在了原地 因为安妮正安抚着他 劝他不要再追 另一艘船上的小队员 早有复仇之意 趁此机会对着金刚放枪 他立马被激怒 一拳将眼前的小船击碎 卡尔趁乱捡了一瓶绿坊 悄悄躲在礁石后面 船长也端起捕金枪 射穿了金刚的膝盖 可他不死不休 非要朝安妮靠近 当下一支捕金枪 对准心脏时 安妮哭叫着 求船长放他一条生路 是他不是他 拥有人类的情感的金刚 在安妮心中 早已不是一只野兽 而是最知性的朋友 最勇敢的救命恩人 一瓶绿坊 精准无误地 砸在金刚鼻子上 他的战斗力慢慢消失 但却没有停下脚步 在彻底昏迷的那一刻 朝安妮伸出了左手手掌 像是在说 你愿意回到我身边吗 后来金刚被运回纽约 将作为世界第八奇迹 在百老汇进行展览 安妮也即将上台 正对劲梳妆满面愁容 卡尔则名利双收 还和从前对他批判指责的投资人 成了一丘之和 有了利益 他可以忘记何为艺术 和一群满身同袖之人 称兄道弟 有了利益 他可以抛弃良心 将曾入身入死的助手 视作一颗眼中钉 因为助手知道 他的荣誉是用十几条人命换来的 杰克回到了属于他的舞台 为安妮所写的喜剧 此时正在小剧场上映 女主角留着一头金色短发 悲伤地说 他所深爱的男人 从未向他表白过 一个无法得到爱的承诺的女人 无疑是悲哀的 向来心是看客心 奈何人是剧中人 杰克被自己所写的台词点醒 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此时此刻 他只想找到安妮 并正式向他表白 百老汇演播听名流满座 掌声露目后 卡尔上台致词 他也编排了一出舞台剧 内容是一只违反自然规律的野兽 爱上了脆弱的人类女孩 话音刚落 交响越响起 目不拉起那一刻 观众们惊恐又兴奋 金刚没有将这群狂欢的人 放在眼里 只忧郁地盯着地面 时不时无奈地叹气 可是 当纪品被架上舞台时 他的眼中现出了光芒 如果眼前的女孩是安妮 他愿意陪他演这一出戏 但可惜他不是 人类不仅囚禁了金刚的肉体 还要用他心中最宝贵的感情 来折磨他 羞辱他 这让他彻底破防 舞台上女孩放声尖叫 他拿了极高的片酬 自然乐意出演这场人兽恋 就在不久前 同样的天价合同也摆在安妮面前 但他拒绝了 此时正在歌舞剧院中充当伴舞 没有人发现他眼中晶莹的泪花 因为他只是一个配角 愤怒的金刚挣脱了铁锁链 砸烂烂的滑稽的舞台 和讨人厌的观众席 他的人群中精准锁定了杰克 不知为何 一看到他的八字眉 金刚就会窜起熊熊怒火 他本打算将他生情 但出口实在宅小 只能破墙而出 直接跳到了大街上 络绎不觉的行人 纷纷发出刺耳的尖叫 穿柳不息的车子在身边窜来窜去 弄得金刚有些局促 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过 金刚连忙握在手中 仔细一看并不是安妮 街道上有太多金发女孩 他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忍不住哪一旁的车子出气 杰克悄悄观察着 金刚的一举一动 甚至只有安妮才能阻止他 决定将她引到歌舞剧院 一辆低势闯入金刚的视线 他看清了挡风玻璃后的八字眉 欣然接受了杰克下达的单挑战书 一人一兽展开了一场追逐大战 杰克车技了得 引得金刚进入了扬长小道 只希望避免更多人伤亡 可是金刚的速度实在太快 很快便一拳捶翻了车子 获得胜利后 还得意地捶打起胸口 空气中飘来一股熟悉的香气 他悠悠从光中走来 平静的目光中略带一丝怜惜 金刚难以置信地将他捧起 放在眼前细细端详 是他没错 随后 两人来到冰面之上 就像孩子一样嬉闹旋转 整个过程中 金刚的双眼没有离开安妮 她是她心中最美好的天使 对天使的向往 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向往 安妮能够感受到 她的真情流露 是一种纯粹到幼稚的 令人感到安心的美好情感 可是 这样的美好 却被启发泡泡打破了 金刚亮翔着抓紧了安妮 在陌生的街道中 寻找泡泡的源头 她生来便是战斗者 绝不允许他人挑衅 一旦作战必要争个你死我活 这种想法和当惯了万物之灵的人类差不多 政府和军队 怎么肯让一只浑身是毛的大猩猩 在人类的文明世界撒野 已经对他下达了屠杀令 在面对枪林弹雨时 金刚的本能告诉他要往高处跑 于是他爬上了帝国大厦 恰巧此时晨光出现 恰如那日默默静坐 那时的安妮指了指自己 叫他说了句beautiful 此时的他也指了自己 喃喃地想说些什么 安妮被他的举动感动 爱意东升日落 浪漫至死不渝 一人一兽 与美景融为一体 形成了藏匿在厮杀和生死之间的宁静之美 战斗机的声音打破了瓶颈 金刚再次进入战斗状态 小心翼翼地将他放在一边 然后挡在他身前 就像骷髅岛的最后一个夜晚 对付星浮鼠是那样 但他还不知道 飞机远比星浮鼠难以对付 他们装备的机枪口径大 威力足 能轻易穿透工业钢板 在爬上顶端的过程中 金刚的背骨连中了几枪 痛得差点掉下去 可是 王者的尊严使得他不能退缩 他必须占领世界之巅 当子弹钻进胸口时 金刚难以置信地摸了摸身上的血洞 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科技的力量 也意识到死亡将近 他举起手臂抵御弹药 等飞机靠近时 母跳起 一把将其薅下来 安妮想要阻止这场恶战 拼命往最高处爬 此时 身受重伤的金刚 会躲避子弹不慎坠落 幸好一只大手攀出了钢板 子弹不长眼睛 将楼梯打得摇摇欲坠 安妮苦苦支撑着 最终和梯子一块坠落 金刚则及时接住了他 将他轻柔地放进大厦内 又一波猛烈的袭击发动了 金刚三两下攀到顶峰 勇猛击落了袭击者 勇敢是他的本能 也是他必须捍卫的荣誉 可是 他的内脏早已破裂 再也没有立即战斗了 安妮不愿保全自身 再次往金刚的身边赶 当飞机冲过来时 小小的安妮挡在巨大的金刚面前 恳求空军手下留人 空军感受到了他的恳切 并没有直接将金刚杀死 给了他们道别的机会 在弥留之际 金刚再次握住安妮 可是很快又将她放下了 因为她的力量正在快速流失 再也没有能力护她周全 安妮轻轻抚摸她的面旁 泪水掘滴而下 突然 一盘子弹 痛击金刚的背部 短暂的告别结束了 她的目光定格在安妮的脸上 瞳孔慢慢散开 强大的金刚 陨落了 安妮默默地凉酒 也想了纵身一跃 就在这时 身后响起了温柔的声音 杰克再一次拥抱了 孤独绝望的她 将她拉回了人类的世界 此时 人们围在金刚的尸体旁 看热闹 有人不理解 为何金刚要爬到 帝国大厦顶端 让自己成为活霸子 有人认为 她只是一只蠢笨的动物 所有行动都没有逻辑 卡尔晃晃悠悠地 冲进人群 自言自语道 不是飞机杀死了野兽 而是美女杀死了她 在他们相遇的那一刻 并已经注定是个悲剧 可是 假如人生能重来一次 小雅相信金刚 还是会义无反顾地 与安妮相遇 安妮亦是如此 骷髅岛是囚禁她的牢笼 四周竟是冷血的食肉动物 包括那些同类相识的土著 驱使着他们活下去的 是嗜血的本能 金刚总是显得格格不入 爱吃翠竹水果的她 偏偏生来雄伟 是巨猿一族唯一的 也是最强大的一个 作为王者 她从不会主动袭击其他生物 也绝不会孤惜挑衅者 去使她在孤单和失落中活下去的 是作为王者的尊严 她拥有喜怒哀乐 懂得爱恨荣辱 但却没有交流的对象 残酷无序的人类社会是她的牢笼 她从小便失去了亲人 在乎的人和事总会离她而去 生活中也充满了窘迫和不堪 大多数年轻女孩 选择出卖青春的肉体 换得饱餐一顿 但她宁愿挨饿 也不愿卖掉自己的尊严 只勇敢热情地追求梦想和爱情 当两个孤单的灵魂碰撞在一块 她敏锐地读懂了金刚的孤单落寞 她深刻地感知到安妮的善良纯粹 羁绊着彼此的是那一丝温暖和慰藉 这一丝便足以以命相仇 在夕阳的映照下 在微风的吹拂下 金色的头发就像跳动的火焰 蓄满泪水的眼睛 美得令人恍惚 爱意东升日落 浪漫至死不渝